美国一项研究调查发现 办公桌越整齐的人 越喜欢秩序越守规矩 而办公桌越乱的人 则是越有创造力 今天东森财经就要带您 直击办公室验证这项都市传说 从桌上满满的杂物里接起电话 段小姐的书桌一年365天 都被报纸跟文件塞满 但她觉得这是乱中有序 还蛮有效率的 像东西的话我不觉得我自己会找不到 镜头转到隔壁同室 桌上没有多余的杂物 连笔都要以颜色跟类别分的清清楚楚 充分展现规律个性 办公桌很整齐的话 多半它是思维方面 它是非常的具有组织能力 归纳整理 它最需要就是一个很忠实 很坚实的一个团队 那这个团队需要帮它做后续整理的工作 连香港特首候选人林郑月娥都在选举论坛上 笑另一位候选人曾俊华 她的办公桌好干净 自己的有够乱 讽刺曾俊华不够努力 而国外的乱书桌大人物 有图有真相 不管是爱因斯坦 还是贾伯斯 他们的书桌可都是乱出了名 爱因斯坦甚至说过 如果书桌乱代表的是新乱 那书桌空白代表的又是什么呢 我自己是每天都会打扫办公桌 我有一个小扫把 我觉得有可能 蛮乱的 工作上其实 应该是也是还好吧 办公桌乱不乱 除了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个性 也变成了另类的能力指标 总之跟陈欣欣 完全忘记下这么个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上